彼此相距甚远的甲乙带电金属球 甲乙球的半径各为小A小B 假设在无穷远处电位为0 甲乙两球的电位分别为VA以及VB 今天一个细长导线接触两球 使两球成为等电位之后 再将此导线移开 此时金属球在接触后的带电量 跟哪个物理量有关 那接触后各自的带电量又为何呢 在一开始两球的电位他们不同 所以你导线把它接上去的时候 这些电荷我们先假设 题目没有讲 我们假设他们都带正电好了 我这些电荷呢 就会从高电位往低电位的地方流动 直到他们的电位相同之后 电荷就不会再做交换了 这时候再把导线给移开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最后两球是会等电位的 那我们这样接触完之后 我们要可以来看一件事情 假设原本夹一两球 我们或者说AB的 AB两球 他们所带的电是QA跟QB的话 那请问我在接触过程 这个总电量是不会变的吗 对不对 那总电量既然不会变 那接触完之后 到底是如何分配 就像我带着100块 你带着300块 我们两个接触之后 那把这400块给来做分配 到底你跟我要做 几比几的比例做分配 就是个重点 所以我刚才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两球最后的电位是相同的 那电位既然相同的话 我假设他们电位是V 那这样子就可以来去计算一下 AB两球 他们的电量关系是怎么样 要怎么算 今天我知道 A球的电位是V的话 那它跟半径 还有电荷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 V等于R分之KQ 只是我半径是A 那对B球来讲 我R分之KQ这个半径是B 所以这两件事情 我把它上下相处 我V是一样的 那你就可以得到QA'跟QB'的一个关系 那又或者像详解这样 我把QA'做一项 得到K分之VA QB'等于K分之VB 所以是不是得到A球跟B球 他们最后带的电量比例 会是跟半径怎么样 成正比 好 所以回到我刚才讲的 我假设原本说带电量是QAQB 那总电量就是两个相加 现在你用A跟B的比例来去做分配 那就很简单 这就只是一个国中数学嘛 不过题目没有给QAQB 所以我们要再算一下 题目给的是 一开始A球电位是VA 那半径是A 所以我透过V等于R分之KQ来算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知道 原本A球所带的电量就是K分之VAA 那B球带的电量就是K分之VBB 对不对 好 所以我现在知道 原本总电量是这两个相加 相加完之后我要照A比B来去做分配 那这样就可以处理了 这个叫做总电量 那这叫总电量的话 A球会分配到多少 我们是照A比B分配嘛 我就会分得 总电量的A加B分之A分 那B球就会分得 总电量的A加B分之B分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以上这一题的一个解法了